书馆开书咱们接着聊天 乾隆皇帝下令要按照赵惠的主意出兵 就在这乾隆二十四年的六月初 兵分两路啊 要直取这大合卓波罗尼都和小合卓霍鸡站的老巢 当时啊这大合卓领兵占领喀什嘎尔 小合卓盘踞叶尔枪 这大军分兵两路自然呢 分工就很明确 赵惠领人呢 直攻喀什嘎尔 敬逆将军复得率领大军呢 从这个和田出发直攻叶尔枪 南北两方啊 共同动手就不给这敌军互相持援的机会 那么说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呢 这赵惠啊 他有个盘算六月份 确确的说呀 是六月初对这个南疆塔格拉玛甘沙漠 西侧的这些城池 在节气上是什么意义呢 那正是粮食成熟的时间 六月初这大小麦相继成熟 南疆缠回呀 就要相继收割了 赵惠的意思 是要在这粮食已经成熟 但是还为动手开帘收割的时候 对大小合卓发起总工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啊 就是在这喀什嘎尔和伊尔强两城的百姓心中啊 制造这粮食不能收回来的紧张气氛 那您算起吧 这什么时候是最缺粮的时候呢 那自然是啊 下一季的粮食成熟的时候 因为前一季的粮食已经吃了一年 吃完了嘛 这第二呢 如果这两城的贼众出城收割粮食 这大军趁势碾压而上 也能够啊 做到一个出其不意 做好了战斗计划 两路大军准备了一个多月 终于啊 在这个六月初三日 定边将军赵惠就下达了第一道军事命令 他命令这个前锋明锐 攻取了喀什嘎尔城 以东四十公里的伊克斯哈拉什 那么这清军的先头部队 离这个大合卓的喀什嘎尔啊 可就相当近了 您想啊 四十公里 八十里地 对骑兵而言啊 那还不是一眨眼的功夫就杀到了吗 正当这个明锐啊 领着大军安营眨寨 等着这后方 赵惠军们的进一步命令的时候 这会儿啊 就从喀什嘎尔方向啊 来了六个回人 这六个回人呢 都骑着马 风尘仆仆来到了清军大营的门口啊 和守营们的小校说呀 我们呢 要面见主帅 这守营门的兵丁的赶紧禀报给了明锐 明锐就派人把这六个人的叫到了率仗当中 一问才知道啊 这几个人呢 是来送投诚书的 这明锐心中就是一惊 那他惊什么呢 他高兴啊 他琢磨着这大合作波罗尼都要是一投降啊 咱们这支北陆军呢就不用打了 两路大军何为叶尔枪啊 这战争啊 很快就要结束了 这么大的事这明锐可是不敢做主 于是他就把这六个回人连同投降书一起就送回了大后方 送到了赵惠军门的手里 那么说现在这赵惠在哪呢 赵惠啊 也率着大军呢 奔这个喀什嘎尔方向赶 现在这大军已经离开了阿克苏 暂住在乌石城 赵惠见到这六名回人之后啊 一方面先让通义去翻译这封投降书 另外呢 把这六个人呢 叫到了自己的帐内啊 要好好询问一下细节 这一问才知道这六个人里边为首的是一位阿红 名字呢 叫做奇莫尔 在这六个人当中啊 还有一位准自己人 什么叫准自己人呢 就是和其他人比起来啊 还比较值得信任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呢 就是霍吉斯的一个足弟 他名字呀 也叫做俄敏 其他的四个人呢 分别叫沙勒 沙赞穆 沙扎巴尔和尼亚斯 那这些人自然都不是普通人 他们都是啊 这喀什嘎尔的伯克 咱们算计的 也不可能是大伯克 更不可能是这大合着波罗尼都的亲信 这些人见到赵会之后啊 那肯定是一通彩虹屁 哎 观养文章 那无非就是 我等仰慕大皇帝人化 九玉归城 进波罗尼都同货极战逃去 我等同喀什嘎尔救伯克 奉书来迎 这赵会一听啊 九木大皇帝人化 那你们早干嘛来着 不过对后边这句话啊 这赵会听了倒是十分的吃惊 因为啊 这赵会万万也没想到 大合着波罗尼都和小合着货极战 这兄弟二人呢 会出逃 因为在赵会军们心中 认为这兄弟二人呢 是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者 对这个宗教的狂热远高于其他人 他们认为啊 杀清军算是胜战 所以说绝对会完抗到底的 怎么在这会儿要跑是吗 于是这赵会啊 就赶紧问这个六人当中的首领 就是那个阿红奇莫尔 让他讲讲啊 这大小合着出逃的细节 最为关键的 是要问出这出逃的方向 好派兵追击 派兵拦截呀 这奇莫尔交代的第一句话呀 就让这赵会很失望 为什么呀 因为这奇莫尔说呀 至于这大小合着往哪跑了呀 他们也不知道 至于出逃的方向啊 只有大合着波罗尼都和小合着货机战 还有他们身边的几名亲信知道 其他人呢 一律不知 不过呢 这出逃前后的细节呀 倒是可以跟您说说 就在去年 也就是乾隆二十三年的年底 霍尔门一战啊 大合着波罗尼都参战之后 中枪受伤了 这左肋骨下边啊 打了一个大窟窿 可是伤的并不重 因为它是头子 他身上的甲咒啊 比一般人的甲咒 肯定要强的多 那都是锁子中甲 所以才保住了 这老小子一条命 虽然没有这性命之忧 可是这大合着波罗尼都啊 他害怕了 他可就不想啊 在这叶尔枪 再蹚这滩浑水 于是呢 率领着自己的五千兵 也别说都带走 给自己的兄弟小合着呀 留下了五百骑兵 带着剩下的人呢 就回到了他的老巢啊 喀什嘎尔 跟这个小合着说呢 说他呀 要到喀什嘎尔去养伤 实际上啊 这哥们害怕了 就躲起来了 在养伤期间 这大合着就琢磨 这清军呢 肯定是打不过 一开始啊 他之所以受到了自己兄弟 小合着祸机战的煽动 决定啊 抵抗清军 他是觉得呀 这中原腹地 北京城啊 离这太远了 这乾隆皇帝 即便是有 望这个南疆 我七成之地 发兵的心 哎 能发兵 不能发兵 还在两说 这好几千大里地 哎 这些清军来到了南疆啊 还有没有战斗力啊 哎 咱们暂且不论 就说这后援粮草吧 他也跟不上啊 想了这些之后啊 这大合着 可就有了侥幸心理了 他觉得这乾隆皇帝就不可能发大兵来争南疆 当然了 他这种想法啊 跟小合着还是有区别的 这小合着祸机战呢 是魂不累 抱着一颗强烈的宗教之心 这活着呢 就是为了圣战 他想的 不光是要统一南疆 没准啊 还要统一北疆 进军中原 把他这个轿门啊 发扬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可是事到如今 这大合着波罗尼都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清军啊 他们是万万打不赢的 好不容易 这大小合着 寝朝之力啊 把赵慧围在了黑水营 可是没过三个月 人家解围的大军呢 就到了 富德率领了一支骑兵 三下五除外 就把赵慧从黑水营当中解救走了 这还不算完 据说这乾隆皇帝啊 往南疆还在源源不断的派兵 那这日子什么时候才算头了 那早晚有一天呢 我和我兄弟小合着祸机战 不是死在军前呢 就是被八旗兵活住 到时候啊 想善了啊 这事可就难了 于是这大合着波罗尼都 可就起了归降清军的心 可是他做不了主啊 他也知道啊 他自己去归顺大清啊 力量不大 这乾隆皇帝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这南疆造反呢 和我关系不大 虽然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啊 把我摘清了 可是乾隆皇帝这句话呀 也有瞧不起我的意思 他明显是说呀 这南疆造反呢 我也起不到什么关键的作用 所以说我凶的要是不投降啊 我一日投降 就等于没投降 我要想投降大清 我就得先说服祸机战 于是这大合着呀 忍着枪伤 大东径天的 又叼巴叼巴的 来到了一耳枪 去说服这个小合着和他一起归降大清 这小合着一听啊 就乐了 说哥哥呀 您哪算了吧 您要是归降了大清啊 没准还有一条活路 可是我呀是到了北京城啊 那咔嚓 细事已到都算轻的 搞不好啊 就被人家凌迟万寡了 所以哥哥您出这主意啊 我不同意 我呀是万万不能投降 这大合着说呀 我就知道你不同意 可是兄弟呀 你不同意也行 那咱们总得想个办法呀 不能啊 我在这个喀什嘎尔 你在一耳枪 咱们两个人就坐在城中等死啊 你别看呢 这一阵子呀 好几个月了 这清军没有动向 可是我听说了 这赵慧领兵盘踞阿克苏 复得率领大军 就拿下了和田六成 这两支清军 一个在南 一个在北 那迟早啊 就是要把咱们呀 包了饺子的 这小合着说呀 等死啊 倒是不一定 留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生 只要咱们人马还在呀 咱们就还能打回来 我就不相信呢 这成千上万的八旗兵 他永远驻守在南疆 这得需要多少粮食后援呀 咱们呀 先找个地方避避风头 不算丢人 等到他们走了之后 咱们再杀回来呀 那是大有可能的 至于往哪跑嘛 您看呢 要不接呢 就是巴达克山 要不接就是霍寒 这些个地方啊 都可以去 咱们要是去巴达克山呢 哎 这个到那啊 跟那的寒王 咱们还得苟着点 为什么呀 因为不熟啊 这霍寒呢 它是个好地方 虽然呢 城邦不大 可是那儿的这个寒王啊 俄尔德尼 可是咱们哥俩的朋友 这大合作苦笑一声啊 哎 看样子也只好背井离乡了 不过呀 你能想到的出逃路线呀 估计这赵慧呀 他也想到了 所以说 至于这几个地儿啊 咱们到底是往哪跑啊 咱们一定得保密 要是走了了消息 让人家把这沿途的山路一堵啊 咱们哥俩算是日本船 哎 满完了 那么说 这大合作 他知道日本在哪吗 哎 他不知道 哎 我知道啊 到了这个奇莫尔 和这个赵慧 禀报情况的时候啊 那就很模糊了 虽然呢 这大家都知道 这大小合作要向西逃窜 可是具体要逃到哪啊 没人分析的出 也没人知道 这奇莫尔接着说呀 也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 这大小合作哥俩呀 可就开始为出逃做准备了 这小合作呢 可就把自己的家卷行李 等等值钱之物啊 转移到了褐色勒塔克附近 与此同时 这大合作波罗尼都 把这个喀什嘎尔 以及附近小城池当中的两码 全部搜刮干净 陆续运到了塔勒巴楚河附近 自己金箭的银盘当中 这兄弟二人这些个举动啊 那明显就是要出逃 可是呢 没有进一步的动向 都是啊 把自己的这个金银珠宝 以及家卷两码 运到了临时的落脚点 就在上个月 大合作的喀什嘎尔这边啊 出事了 有骑兵来报告啊 说一百多名布洛特 这会儿就进犯了 喀什嘎尔北边的阿拉古城 这可是大合作 波罗尼都管辖下的城池 这大合作一听啊 他先急了 他说呀 这清军欺负我也就罢了 你这一百多恶鲁特人 也来趁乱打劫 不行 我得派兵抽你 他跟这城里边的这些伯克呀 还有这些宗教领袖就说了 你们呀得存钱 咱们得出兵打仗 因为呀这阿拉古啊 据咱们这个喀什嘎尔 近在咫尺 可是咱们北方的要冲 可是不能失手 于是啊 他就派自己手下的大将 伯克 厄斯门和尤努斯 这两个人啊 带领着二百骑兵去迎战 实际呢 咱们书馆的老听伙都知道 这布鲁特人和这个大小合作是侍仇 他们来攻打这个大小合作呀 首先并不是清军受益 其次啊也没想过攻下一城一寨 来的目的完全就是为了抢劫 关于这些呀 这大合作心里呀 他明镜似的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他就是想借此机会呀 再压榨一下这个城中的这些贵族们 说句实话 这些贵族来投降清军呢 大概其也就是为了这个 对于这些有钱人 八亿老爷们啊 他们想保护的 无非是自己的财产 谁又能真正的 为城内百姓的死活着想呢 谁想到 这大合作波鲁尼都 派出的这二百骑兵啊 个领个的都是饭桶 让人家这个一百布鲁特人呢 杀了一个大败 夹着尾巴呀 就跑回了喀什嘎尔城 从此以后 这大合作呀就更来劲了 他说这一百布鲁特呀 肯定是勾结了清军 要不然怎么会一哨声多呢 哎 他可是不承认 自己的兵废物 于是就更加紧了 和城里这群贵族财助啊 争良争享 按照这个齐木尔说呀 大合作的军队 每日做出兵之状 向我等筹集资装 6月27日 波罗尼都派手下 将我等兵器夺去 将南复代至提斯滚 复夺其衣服而去 开始呢 这大合作波罗尼都啊 先借着这布鲁特人 来袭扰的这件事情 像这个城里这些财主 巴依老爷们呢 强征粮食 以及马匹 看着炸的差不多了 又把这些穷人呢 都赶到了提斯滚 哎 他的意思啊 是要带着这群人一起出逃 与此同时啊 还收上了城内贵族老爷们的 家丁们的兵器 那解除了这些地主武装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等清军来了之后啊 你们想给清军效力啊 手里边也没有家伙了 最后啊 他们发现这些穷棒子老百姓啊 跟不上他们逃跑的队伍 那当然了 他们有马 这些穷棒子 只能靠两条腿走不是 所以啊 干脆就把他们扔在了提斯滚 然后竟然把这些人的衣服啊 都抢走了 那这可就有点丧心病狂了 也就是由此啊 这大小合拙失去了 最后一点点的民心 并且这奇默还交代啊 现在这喀什嘎尔城外 大麦已属小麦尚未收割 波罗尼都既然放弃了 收割这些粮食 那他肯定是下定决心要跑了 那前边咱们说的这些呢 那惹定都是坏消息 即便知道了大小合拙要出逃 到现在还是没搞清要跑到哪 连这个追兵啊 以及堵截之兵都派不出去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啊 奔哪去追 那么说就没有好消息了吗 还是有点的 首先说呀 这二贼逃跑啊 为把粮食收割走 其次呢 这大小合拙二贼呀 放弃了喀什嘎尔以及叶尔清 两座主城 这清军进了这两座主城之后啊 那从理论上讲 整个南疆就算是拿下了 只不过呀 跑了贼手 这大小合拙在大城市撤离的时候 下的命令都是一样的 下令焚城 不给清军呢 留一座房子一片瓦 可是他们跑了呀 留下来烧房子的人呢 可就犹豫了 为什么呢 哎 那是自己的家园呢 他舍不得 清军进城之后 才发现呢 像喀什嘎尔 只焚烧了两条街 至于这叶尔枪嘛 压根就没放火 最后呢 有很多人呢 这会也觉悟了 都起来呀 反对这个大小合拙 您看呢 来这个军中啊 送投降出的这六位投人 就是其中的表率 那赵慧现在怎么办呢 首先呢 就得派出人家 先得证实一下啊 这些人说的是不是实话 可是不能啊 再中了这个大小合拙的奸计 哎 这要是再是一个诱敌深入的计策 怎么办呢 所以说呀 必须得派人啊 去证实一下 经过证实以后啊 哎 这些人说的还是实话 那赶紧的 这赵慧就和富德通了气 那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先进驻这个 喀什嘎尔和叶尔枪城 这两路大军 在喀什嘎尔和叶尔枪啊 受的的待遇基本相同 哎 按照这个富德的一句话说呀 那都是合成老幼 无不踊跃 明金击鼓 大庆三昼夜 这赵慧的奏折呀 是这样形容的 说这个叶尔枪城 那官者塞道 征宪国二 背数前者 祸及战 扰害 从此永安生夜 陈等加以抚慰 回众同声 欢呼叩首 那这个情况就更热烈了 比起前方说的那个 大庆三天而言呢 这简直就开了诉苦会了 对这个大小合拙呀 是连诉苦 带批斗 虽然呢 这结果是好的 可是啊 富德赵慧不敢怠慢呢 因为跑了贼手 这乾隆皇帝呀 可是一个喜欢清算的主子 让他揪住了尾巴 捣起小茬来呀 谁也受不了 所以说这二人商量啊 赶紧得追击 这最为重要的呢 就是先得搞清楚 这大小合拙二贼呀 他到底跑哪去了 所以说明天 你得早点来 明天这书热闹了 这赵慧军门才要出国作战 是兵发 巴达克山 是不是 没有 没有 没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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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